欸 我們現在是要來上課 上課 來 吳大哥好 妳好 歡迎你們 我們會先跟各位上一個 安全上的一個課程 在我們治安法裡面 就叫做危害告知 危害告知 告知 我們對這個有危害 我本身就是一個危害啊 我對社會有危害 等一下我們會有專門的人 幫你們做最方便的導覽 好的 我的部分就是安全的部分 第一個被撞 被撞 剛才有沒有看到火車在進出 有喔 好多火車頭休息的地方 火車大不大 很大嗎 火車頭很大 你被它撞到的話 好像好多公車 差不多那個意思 你今天不是帶我來玩的嗎 為什麼來這麼危險的地方 我們今天就要來修火車 觀眾朋友們 藍藍現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火車頭旅館啦 你是不是也很好奇 火車也有專屬旅館 嘿嘿 就讓站長來跟大家說明吧 那裡的村庫這邊是在 1922年的時候建造 那麼久以前 對 就是我們當初就是為了 因為我們這個增進機車 它海線貨運 客貨運暢通以後 在我們彰化車站的北邊這邊 建造一個維修基地 就是我們鐵道旅俗稱的火車的旅館 所以我們是來看火車睡覺的嗎 對 也可以這樣講 來幫他們洗澡睡覺 對 大概一個禮拜到十天 他會幫我們火車 做一個洗澡美容的動作 對 對 還幫火車插乳 這樣挺緊 插乳 打蠟 火車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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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我們這個轉盤前面 他會一度停車 聽從我們這個 轉盤操作人員的雲島 有 我看到了 他舉一個 紅旗跟綠旗舉起來了 對… 紅旗放下來 紅旗跟綠旗是什麼意思 立旗的就是說引導我們司機員 讓機車前進 紅旗的話就是停止 我們這個引導人員 他引導司機員 把車子開到我們的轉盤正中心 然後操縱我們的這個轉盤 讓機車轉向 為什麼 它不能不要180度 它不能直接開進去 直接開進去的話 就是說它正向在前面 對啊 那我們要把它轉向 倒車入鋪 倒車入鋪 我跟你講 男生哪個很堅實 一定要倒車入鋪 對 就只是這樣開進去車頭 對啊 不能再倒車出來 好奇怪 開進來倒車入鋪 因為就是說在我們路急的運用裡面 這個因為你看前面 它前面比較短 駕駛它在前面 前面的時間比較好 對 還是這樣 現在轉… 然後把路轉到 它要進去的車道 對 然後這是它的旅館 像我們的汽車旅館 它是哪一間房 它是哪一間房 進四號碗 我們的工作人員後 然後他就會出來幫他做一個 檢修保養的工作 洗澡了 對 就是檢修保養完以後 才會做一個洗澡 做一個什麼 對 讓它美容 讓它這個漂漂亮亮的 在台灣總共有六座扇行車庫 因為漸漸失去功能 遭到拆除命運 左姓地方人士及鐵道迷的爭取下 得以保留彰化這座百年火骨機 也是全台唯一還有在運作的車庫喔 這裡不僅充滿懷舊氛圍 還深具教育意義 朋友們一定要來朝聖一下喔 酒量補儀 水 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